挖掘新聞內幕 挖口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為您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 農村陣線聯盟發言人 蔡北惠蔡老師 第二位是 媒體人何博文先生 還有一位是 激進側翼青年公團 台北召集人劉靖文 那麼 這個業界都叫他要虛 OK 好 歡迎他 還有一位是律師 呂秋遠 呂律師 來到我們的這個現場 那麼學生宣布 周四這個要離開了 那麼我想這個 其實我們之前 有一點點訊息了 那麼自由時報 這個說王金平 到立院探視學生之後 讓學運退場 那麼認為王金平 是最大的這個贏家 那麼事實上 這次能夠讓學運 和平落幕呢 現在就開始 就要再批評 最大贏家跟最大輸家 對不對 何博文最大贏家是誰 最大贏家保障名額 當然是王金平 不對喔 你在友台不是這樣講 最大贏家是啊 他有三大贏家 三大贏家 對 那最大的輸家 當然保障名額是馬英九 那我是看這一次 其實在過程中 很多人說最後關鍵的因素 是王金平 其實這中間還有一段內幕 當時他們在這個 鴻海郭台銘家在談的時候 因為其實彼此還是有一點不信任 當時我是聽說像 座上有誰 柯建民啊 還有這個郭台銘還有王金平 那其實王金平那臨門一腳 他有點猶豫有點躊躇 因為他也擔心 馬在背後會不會捅他一刀啦 擔心後座力啊 他也擔心說 這個民進黨會不會真的挺啊等等 結果關鍵時刻你知道 鴻海郭台銘他家有一尊官公像 他是真的他很虔誠在拜的 後來柯建民就站出來說 不然這樣 你們大家如果不信任 我當著官公面前發毒誓 那天真的酒爪 酒爪了之後 他說反正就拿身家性命財產酒爪了之後 王金平才說好 不然我們就這樣來處理 整個事情才有一個轉換 因為在關公面前你要 不能耍大刀啊 不是耍大刀而已啊 這個關公的歷史評價叫 易博雲天啊對不對 你還非常講義氣啊 講義氣就是你怎麼說就要怎麼做嘛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事實上 這次郭台銘也有很大的一個作用嗎 郭台銘發揮了一個關鍵性的一個角色 也不敢說是不是臨門一腳蛋 就有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不過其實還有很多的人物嘛 像張安樂也是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也像一些藝人 包括青春無敵的雞排妹 包括也有 到了現場我才發現說 原來光陰睡不饒人的熊奶奶 還有 沒有…我是說真的 因為我對熊奶奶的印象一直停留在 青春偶像的那個階段 對不起我沒有跟她一起成長 熊奶奶也說熊阿姨 熊阿姨 熊阿姨 她的年紀其實是真的可以… 熊阿姨 可以有熊子 沒有啦阿姨啦 對對對… 別這樣說啦 人家真的姊姊 熊姊姊 熊姊姊 對對對… 那這個… 不過我是真的是在覺得說這個 青春無敵有青春無敵的美麗 然後成熟的熟女有熟女的韻味 就像美人姊你也是很有韻味 在我看起來 美人姊姊 對… 劉姊姊 所以說你說在這場裡面 其實每個人其實都有扮演她的角色 那這個很多元的一個角色 所以你說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我覺得各有擅長各有千秋 那不過問一下劉老師 自從學生宣布說要退場之後 聽說你們那個壓力才排三道還得來 對啊 因為我們在就是學生討論退場的時候 其實有做非常多的討論啦 包含學生的內場 包含跟外面的NGO 那甚至於我們有排了非常多的人 針對外面的志工跟 比如說不管是弄音響啊 各式各樣的團隊在討論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非常多的人還是會覺得說 我們守在這裡好像並沒有具體的進展 雖然王金平有說先立法後協商 那…但是我覺得在這個談判的討論的過程中 其實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每個人有自己的情緒 或者是對事情的看法 可是在這個之外 其實還有整個體制或者是政治過程的談判嘛 那我覺得認知的點 有的時候許多人是在意自己 有的人是在意他的友朋跟夥伴 那我們都很尊重大家的意見 所以有很綿密的討談跟討論 蔡老師你們郭台銘想去你們怎麼不讓他去 我們不是不讓他去 我這個時候我可以講一些那個 郭台銘要去的時候 他的安全顧問跟盧嘉誠 有跟我們裡面的人聯絡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的想法呢 那郭台銘是事後正式在媒體發聲明說 或是贊成先立法後審查 可是當時他沒有這樣講 那我們覺得說那這樣就歡迎你來嗎 因為我們外面有很多公民憲政人民議會 他可以參加或發言這樣子 所以我們並沒有拒絕 其實這個律師我覺得今天林玉雄老師 是台大法學院的教授 我覺得他講這個其實講得很實質 他說撤退之後難題才開始 你們會碰到非常多的難題 事實上是 剛剛大家在問說誰是贏家 我自己也想說這裡頭應該沒有贏家或輸家 為什麼呢 因為即使包含這個王金平講的先立法再協商 或者是後來的這個馬總統或王玉琦講的話 其實都表示我們對福茂的這個議題的關注 是一個動態過程中 但是這個動態過程其實不只福茂 因為我們一直強調如果是先立法再審查 這個其實是立法院朝野立委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可是顯然他們並沒有 並沒有辦法朝野立委自主 還是做這個行政權的控制 所以我很贊從林老師說的那一番話 那所以我們也有一些對自己的準備 就是說我們確實已經形成了這個議題的廣泛討論 跟各界包含我王院長 包含郭台銘意見的參與 可是我們也會持續的看 這個是不是如同王金平當時承諾的立法案 而且立法的內容是不是可以寒刮民間版 跟各界的意見這樣 我必須特別強調 現在的行政院版真的是不OK的 當然不OK 非常不OK 非常差 他其實只是複製了過去張慶忠的舉動 他如果敢用行政院版衝進這個過關 陳薇廷是說要衝進總統府 對 基本上我們的立場 但是你們要衝進總統府困難 因為卡車都衝不進去 我們倒未必是衝進總統府 可是我們必須要講 我們持續的在觀察這個立法的議程 那如果真的有必要 我們一定會再站出來 如果是行政院版的 要把它通過的時候 可不可以回頭看 這場學運就是一碟小菜而已 對啊 對 當然 所以他們說會發動至少一百萬人 那我是覺得那個過不了關 因為你要過關 真的你要砍掉民進黨四十個立委 才有可能 真的 那要割喉 每個人都說 Over my dead body 對 不適合遍野了 所以不太可能 但是我就要講說 那個Over my dead body這個部分 其實我就講 王金銘他講說先立法後審查 後協商 沒有沒有 他其實之前他的定調是先立法後審查 這樣一個定調 後來才說 其實那個所謂的 那個在先立法後協商 那個部分才是隔天報紙上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然後再加上馬英九也這樣的一個解讀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大家要注意一個觀點 沒有錯 王金銘他現在的說法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委員會 我們現在這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我們就先不談 我就停止協商 那只要他一旦停止協商這個部分 坦白講真的就很難再進行立法的過程 所以馬英九說要兩邊並行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他會在委員會完 對 因為在委員會完 每個匡民進黨 每個立委都 over my dead body 到底要死多久啊 你想想看 所以那個東西其實就實務上來講 馬英九說要兩邊並行 到最後就是 實務上是有 四橫遍有 沒有沒有 他說的是 NOBODY NOBODY NO 因為林立雄老師他講 麻煩這個李律師 他說接下來的難題是 他的難題有很多個 他其中一個是 如何面對司法追訴跟國家暴力 這分為兩部分 一個是檢警對公佔立法院 跟行政院的追訴 態度跟馬江同步日趨強硬 出關之後勢必更加鋪天蓋地 至少幾百個攻戰者跟幾千個聲援者的命運跟未來 需要堅毅跟卓越的智慧跟謀略來周旋跟面對 不是靠那天林非凡跟陳偉廷講的 法律責任我來承擔 這種草根的話就能解決 第二個是公民對國家流血暴力 能夠怎麼樣究責 他說太陽花序幕是驚天動地的一舉 但如果說 向日葵落幕的漂亮宣言有何敗筆 除了虧欠NGO之外 那就在於未提譴責國家暴力 更不要說要怎麼追究到底 所以再來他們大家都開始 那些什麼 開始上法庭開始追訴 第一個問題 我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說其實就整個大局來看 我倒不是從政治算計來看 我認為這一場運動最讓我們覺得很棒的一點 是公民意識的覺醒 我覺得就贏家的部分 我覺得是全體的公民 因為你在年底在做選擇的時候 其實民眾會去想嘛 這過去這半年來發生什麼事 也就是說對於這些民眾而言 他們其實我常在講 平常在看那個 可能連使用說明書電器手冊 都不會看的歐巴桑 他現在關心服帽 他說這個服帽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大學生要繼續吵 然後他們會去討論 那整個臉書上 整個公共論壇上 其實大部分在討論的東西 在這21天來都是這個 所以我覺得贏家是公民 因為對公民來說 他開始覺醒到自己的政治義務 自己應該做些什麼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就是等於是林肥蘭成為 他們花了一些 我們講所謂的法律代價 去換取來的一些 我們講說對公民的一種報酬 再來你說這個東西出來之後 那我們這些人民 怎麼當他們的後盾的 重要一點是 其實這次選領很多律師團 律師團進去要幫忙辯護 甚至說義務培訓等等 那這些東西其實我覺得將來 面臨的法律責任公司 刑事跟民事責任 刑事責任很困難 刑事責任這一部分 其實你說 當然有些我們講說 確定從頭到尾都有參與的 這個警察都有收證 檢方委會發專票 但是其實像很多報紙現在講的 像今天我們看到 有一些報紙想說 最高面臨7年有期徒刑 那個沒有那麼嚴重 我問你啦 大家關心就說 除了林肥帆跟陳維廷以外 這些小孩去換光嗎 不會啦 我路過的啊 自己說禁22天你路過 有的路過的啊 我譬如我行政院你講 你說我公戰行政院好了 不啦 立法院這都在立法院 兩幾天 二十一天 他說這些小孩去換光嗎 不會啦 不會就換 社會運動這種事情 一般在檢調來講 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不會那麼嚴重 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免力 但是我提醒一件事 這個事情說高層會不會介入 我認為有可能 原因是因為 在先前這個 衛陽的事情的時候 其實這個事情 你說有沒有高層指示 我個人認為是有可能的 也就是說這個事情 馬上用六條罪起訴他 不不不不 不是起訴 要把他刪牙 在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裡面 衛陽根本不構成羈押料理 更何況他當天根本 一開始沒有在現場 他也不是守門 所以我們要對法院 有一點信心是這樣子 基本上這次是權力制衡 以前如果 羈押權在假官手上的時候 我說啊就啊 我要跟你啊就啊 按兩顆的就按兩顆的 但現在要法院審查嘛 那法院就是透過說 他今天在考慮到 第一個他有沒有在現場 他有帶證人 律師有帶證人去說 當時我們住在客運上 喊功的時候 我們在客運上怎麼可能 第二個就是說 事實上來講 這件事情他是 給你出來搭的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變成說 其實法官超市政嘛 那這個你也不符合 羈押要件 所以就把他五保放回去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見廣告 我剛才不會說 你正在看 你的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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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喔 可以檢測 你怎麼要繼續再唱 其實這裡有一點有誤解 你不會累嗎 我們並沒有說一定要 就是要堅持到底 就是一直堅持下去 事實上這個週四 到底要不要一起退場 這件事情還在持續在溝通中 還在持續在溝通中 但是確實我們是比較 比較傾向認為說這個 維庭這個時間點喊測 是有一點門檻太低 設的門檻太低 退場條件的門檻設太低 我們會希望說 就是看能不能要到 多一些更具體的政治承諾 再談退場 或再來退場 也許會比較好一點 畢如說 比方說 真的立法的部分的話 以我們來說 我們會希望公投條款 一定要放進去 這個要取得政治承諾 包括如果可能的話 因為現在有鳥籠公投 對 沒錯 那公投法這個 就是那個 兩岸協議這個東西 應該之後 立法院審完之後 應該還要再有個公投 對 一個過程 這樣子 我們會覺得說 比較 比較好啦 對 除了公投條款之外 除了公投的話 像其他的 其他的 因為民間版裡面提很多 公民進場機制 這跟政院版比 當然是好很多 那公投是一個 那當然其他包括 聽證啊等等 我們也覺得應該放進去 那還有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疑慮 就是事實上 王金平講的這個 先立法再協商 這個協商其實我 尤其我個人有一點疑慮 因為協商有可能 至少現在就已經有兩種版本 顯然馬英九就是 遲的版本跟我們不太一樣 馬英九的版本是並行的 對 王金平是先立法再協商 對 那這個協商到底協商什麼呢 一個 一個可能是協商 就像之前王金平 破局六七次的那個協商 他是協商說 到底張慶忠的委員會 跟陳其邁兩個委員會 哪一個有效 這兩個在堅持不下 所以一直破局 那這是我們的認知 這也是我們要 這個協商可以擱置 沒有問題 一直到立法院 再來開啟這個協商 那另外一個協商是 假設張慶忠是有效的 然後呢 這個過程已經在委員會完成了 的之後要交付 交付院會前的那個協商 如果是這個就不是我們要的 因為我們不認為委員會已經結束了 我們認為他應該還在委員會裡面 你是台大畢業 是 然後後來去英國的國王學院 Kings College London 英國的國王學院 其實是很好的學校 是 台大是一流的學衛 那你爸爸栽培你讀書 看到你在立法院嗎 對啊 我父母 對 他們還蠻擔心的 爸爸有講什麼嗎 就一直說要小心 然後說這樣很危險 你覺得太太要臨盆在即 太太的看法呢 我太太是還好啦 還算支持 還算支持 但是他一個人帶小孩 就有點辛苦 就是 那媽媽呢 媽媽比較支持 我媽媽比較開明 他覺得還好還可以 那接下來他不會擔心你 這個有牢獄之災 多少都會有啦 對 但是反正都做了 反正都做了 對啊 就像非凡講 勇於承擔嘛 那在這個學運的這些決策者 你是沒有在裡面的是不是 政院行動沒有 政院行動沒有 但立法院行動有 立法院行動我是在第一天下午 我們開了幾個很祕密的會議 我算策劃人質 對 既然說你有在決策裡面 你為什麼還後來 你是跟他們意見不合嗎 嗯 一部分是我自己要負一半以上的責任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不好相處 就跟我做事很辛苦 我會給像我跟非凡來說 我們反民體永斷那個 等於合作了一年 幾乎整整一年 他滿可憐的 一直被我虐待 怎麼說 就因為我是個標準很高的人 那一方面年紀也稍長啦 那我會希望說 你今年貴更 我1977年了 今年三十幾歲 今年滿36歲 對 滿36歲 因為我是練到博士班 回台灣才 才進入這個圈子 所以比較大 那 那個時候就 我會要求很多啦 就是我對 因為我會希望說是玩真的社會運動 所以我會很重視說 訴求一定要達成 然後手段跟目的 那個手段要是有效的手段 可是有的時候 就是尤其是學運 他們可能標準比較低 就可能比方說以福茂為例 可能有的人就認為說 啊 完了十個月 媒體沒有報政治任務不關心 所有台灣人也不關心 都甚至不知道 那這次能夠變成一個 不只是全國性的 甚至是全世界性的議題 在這個意義下 運動就算成功了 那我的話 我會覺得說 這個當然是成功沒有錯 是一種成功 可是我會覺得說 如果訴求能達到 會更好 聽說你跟輝凡的臉書 互相封鎖 欸沒有 我沒有封鎖他 他不在我封鎖名單裡 他不在我封鎖 你沒有封鎖他嗎 沒有我沒有封鎖他 我沒有封鎖我的臉書 可是我看不到他的 哈哈 我只看得到 我只看得到現在那幾個假的 所以我就用這個來判斷 哪個是假的 我看得到的就是假的 我看不到的就是真的 那你知道為什麼 非凡要封鎖你嗎 他封鎖我是從去年就封鎖了啦 對 去年因為那個時候 反媒體壟斷後來不太愉快 弄得不太愉快 他離開了嘛 那他就 之後就封鎖我 為什麼你們 反媒體壟斷弄得不愉快 嗯 主要就是我剛剛講的啦 他龍總承受 我覺得他承受巨大的壓力 那他就 覺得沒有辦法跟我共識啦 這是一個他 我認為真正最主要的理由 雖然他那時候有發個聲明 他講的不是這個 對 但是我認為這始終是 好像幾乎所有的社會運動 都會這樣子喔 目標是一致的 可是怎麼走到這個目標 每個人的路線 對 或者是做法 對 會不一樣這樣子 對 不然民進黨怎麼會有 福利國 新潮流 正義連線 跟這不同 然後當然還有一點 民進黨那還有點分章的意思啦 不是啦 分配的意思 剛剛講什麼 分章 美音姐你不要 因為我剛剛講到首領的議題 你就這樣子 降我一軍這樣 沒有美音姐 我倒是很想問一下邀請 那如果你覺得說 現在不是一個退場的機制 那就你們而言 你們認為怎麼樣的一個 退場機制才是你覺得滿意 因為如果繼續做下去 總還是要有個退場機制 對當然 不可能一輩子都 對 這樣的意義下來看 當然是一定遲早要退啦 那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會覺得說 如果能夠設法 設法升高政治壓力 其實這個東西 在第一個禮拜 我就一直不斷在講 就是設法去升高政治壓力 那坦白說 這個以議長中心來說 議長做決策圈來說 坦白說他們並沒有自己 發動太多的行動 大家如果回去檢視這三個禮拜的話 基本上就是固守立願 這一個策略而已 也沒有設法去想更多的 街頭的行動 有啊 那戈籃委不是嗎 戈籃委那個是非常非常最近的事情 而且 就我所知 戈籃委其實也不是決策中心發動 沖行政院啊 這件事情 對 他們那個決策中心是採取一個 切割跟不切割中間的位置 他們其實就像剛才那個 新聞有提到說 他們並沒有提到立法院 那個行政院要救責 有沒有 其實這某種程度就是一個反應 因為那個行動 基本上不是他們決策中心發動 是比較 然後也是也是當初一起衝進去的 但是沒有在決策中心裡面的一批學生 你們會很擔心 這個學運到最後走向兩個人的英雄化嗎 這已經是個事實了嘛 這已經是個事實了 那也無所謂擔心 但是我會覺得這個作為一個學運 如果說作為一個model 一個典範的話 我會覺得這一點是需要檢討的 可是我覺得 那個裴衛宜為什麼一直搖頭 沒有 我覺得這個真的要檢討 因為不管是為庭非凡 其實還有非常多的人 不管是安全啦 或者是議題啦 或者是組織的協調 男生女生都非常多 不過看起來這一陣子媒體 確實是聚焦在非凡跟為庭的身上 所以我們也 我記得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也一直說 我們希望讓這些 有付出心力的男生女生 被媒體曝光嘛 知道這樣 那最近的一週刊有什麼五虎醬啊 五金菜 我覺得這些都是去擴大討論 參與其中的年輕人 你們如何能夠避免呢 因為 這個很難避免 大家到最後就看到非凡真的 他的口才 他的膽識 各方面的訓練 對不對 五十萬人講十七分鐘 沒跳江 又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對不對 還有就是那件夾克 我必須要講 就是任何一個運動 當然都會推出幾個英雄戰士 可是如果我們 有參與運動人 一定知道說 在這些人之外 一定有一個綿密的組織系統 所以我只是盡量 把我們這個綿密的組織系統 跟大家講 那希望說慢慢的 大家可以過大認識 我覺得 我看到這個 今天報紙講的這些 都是學運的 在醫院的這些 有的二十幾天 有的十幾天 那麼他們講的話 我覺得都非常的 值得省思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 像這位是李軍岳 他說 李雲岳 他是練 李雲岳 他是練太極的 然後他是文化大學法力系 他在一場二十二天 然後他講說 在一場困難時間壓力很大 每天都有新的事情發生 但我們卻沒有時間 好好坐下來思考 這也是他們的困難 因為每天的事情這麼的多 再來 不過現在社會 因為反負貿運動非常沸騰 我們在此時離開一場 更大的意義 是讓每位學生 可以回到所在的學校 去組織與集結那些 因為此次事件被喚醒的人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花的種子 是要散播到 各個的土壤上面去的 OK 這個面子我其實要講 我們稍等一下 讓我們進去講 先休息一下 聽了不是覺得很感動嗎 我也是要從三個層面來看 我自己是在大概 十四五天左右 好 那麼還有一個 這個是江崎記 OK 這個是22歲 這個也很可愛 你看他的潛詞用字 你就可以知道 他有多麼的台灣味 我從國藝就開始 掛心社會問題 社會議題 他沒有用關心 我就很掛心 關心就不是台語掛心 很掛心 國藝 才剛剛離開甲蟲卡的年紀 他一定有家庭背景 如果是國藝一定有家庭背景 然後呢 這個 他到讀大學都很關心這樣子 他一直希望 他覺得台灣生了很重的病 一直掛號都掛不到 所以呢 議場就像急診室 這個 要趕快進來 把台灣救起來 然後 學運這幾天像一場戲 不久要下戲了 但是呢 他說在議場 他已經產生感情了 那麼他擔任媒體組成員 一直要做沙盤推演場內外溝通 每天只睡兩三小時 最多睡五個小時 一直都過得很緊張 他說不出議場之後 他要好好念書 把經濟學念好 念個研究個體模型 未來想當一位 不被政治操弄的經濟學家 一對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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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相 公相 然後呢 最可愛的是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古什麼 古流 十九歲 屏東美河科大的 他念念不捨的 除了人 革命感情之外 還有他守的那個門 因為他是負責守六號門 他說 最後 最後剩下 跟他當初一起 負責守衛門的有六個 最後剩下兩個 是當初的夥伴 我們出去以後 一定會再聯絡的 這種革命情感 是怎樣也不可能取代的 OK 我和這道門 有了二十多天的革命感情 我即將出關了 我要跟我守的六號門說 對不起 我践踏你這麼久了 那 欸 你看他們分配了 多麼的 多麼的堅守自立的崗位 我也不會去搶美光燈 我負責守六號門的 我就是二十幾天 就是跟我的六號門 綁在一起 我不會說 欸 阿龍您說話 我沒有去協調 政治人們都會這樣子 其實 可是 他既然就跟他的六號門 緊緊的綁在一起 十手二十天 走的時候要跟六號門 美人 他們之所以受人感動 受人佩服 大家願意跟隨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對 因為林非凡陳偉廷在講話的時候 這次沒有站在後面搶 鏡頭 所有的政治人物會不會 不好意思 博文你現在要進入政界 這個是我必須承擔的原罪 不過我要講 其實真的不是只有林非凡 跟陳偉廷 對不起我多講一個 我又怕 你在一起評論 這是張子瑜 這個是 才十八歲 十九歲 OK 這個也很可愛 因為他說 他公佔行政院之後 他才開始投入學運 那麼這個 他認為剩下的目標是尋求改變 而不是堅守陣地長期消耗 重點來了 他等於說是公佔行政院院進來 他進來兩個禮拜 OK 這個兩個禮拜的街頭教室的體驗 讓他發現 蛤 台灣原本的民主程度 可能只比中國好一點點 這是小孩的退會 我們給他比中國好一點點 我們每天在驕傲什麼 美人姐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這次學運之前 我們對這個世代都怎麼稱呼它 說草莓組 已經後來 已經後來講到 已經後來講到 沒有 後來都說他們是冰塊 什麼是冰塊 放在那邊就化了 你都還沒有壓他就化了 就是大家對這一代 其實本來是覺得普遍都覺得 沒有什麼信心對不對 可是我告訴你 我經過這次學運之後 我非常尊敬他們 不不不不 我跟你講你講尊敬還不夠 我在捷運現在看到二十幾歲年輕人 我會讓住你知道嗎 我當然這是開玩笑 但我是說其實真的 那是由衷的一種 對他們的一種感佩 所以真的不是只有林彭 跟陳偉廷兩個人 你說我只說 對這樣也要讓座 讓座不夠 你這不不不不不夠 我們朋友說 我們讓座還不夠 對他說可以死而瞑目 含笑九泉 含笑九泉 目前最高技術是含笑九泉 那個陳偉廷跟 他拚個入土為安 有這麼演 你只有讓座怎麼可以 那個陳偉廷跟這個林彭凡 這我坦白講 我覺得大家實在是對他們 實在可責很多 例如說 一個運動本來就會有幾個 比較是領導型的人物 其實這也不是他們願意的 有些人就天生比較有領導魅力 我舉例來講 那件軍用外套 那個難道是說 那個林彭凡說 他可以的嗎 不是嘛就是這樣子 林彭凡他昨天他自己還講說 其實我很膽小欸 我不是什麼神 我很膽小 因為黑道恐嚇的時候 他爸爸媽媽在台南 他會擔心爸爸媽媽 我講這個東西 其實有時候運動過程 必然就一定會有幾位 比較突出的人 我舉例來想像夭戲 他這條領帶 這條圍巾我也看很久了 這個也很有 就自然而然就有一種魅力出來 你懂我意思嗎 那個軍用外套或這個圍巾 大家會問說 對 那所以我講 很多人討論喔 真的嗎 這是一條革命的圍巾喔 革命 我就很擔心 你7月怎麼辦 沒有啦 純粹只是因為我第一週 圍著啦 圍著 圍著 你到7月 怎麼圍著一條 就是咳嗽沒有好 而且這次學運還附帶一點 我覺得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他們退場之後 很多人就開始在那邊估算 說立法院這次損失多少 坦白講我覺得這種討論實在很幼稚 但是沒關係 可以的啦 可以的 好那也沒關係 你知道有人昨天就跟我講說 讓他們討論這樣很好 為什麼 因為現在有人放話說 修理藝場喔 要一億兩億呢 要上億呢 四億 沒有沒有 沒有關係幾億都沒關係 現在有一個民間版本說 如果民間來修喔 大概多少錢就夠 假設他們估四億 欸我只要四百萬就修起來了 你就可以看出 這次學運也把這個 所謂的那個回扣 大概落差有多大 回扣 可是你知道我講這個都不是立法院的那個官方講的 總務處其實他們一個字都不提 都沒有講對不對 對 而是很多藍營的一些 一些相關的人士在那邊放話 那所以你從這些方法就可以知道 喔原來 原來你這個人 在某一個單位做什麼 原來你的收集就是這樣來的 四億四百萬的落差 大家就可以看出來 不過你不要說你要出 因為你說四百萬 他說四億 後來你說 沒有我出啦 四百萬我出 他後來就跟你說一支麥克風十萬 我們說一支 核四那件事情 我們講核四有六根螺絲釘喔 對 那個造價就一億啦 那基本上你說怎麼造的 奇異公司講說一千三百五十萬材料費 百分之八十五是服務費 他也敢招標啊 這個是原人會副主委他也承認說 就是有這樣的事情沒有辦法 可是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喔 其實今天 立法你的樓梯跟核四是怎麼壞 不是 我跟你說 現在我們兩方面啦 因為昨天其實學生有跟我大概聯繫過說 討論一下募款的事情啦 那我就跟他們講啦 我說今天其實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叫造冊 因為你不能讓他說 原來沒壞的你也說壞去 本來照就壞去 你也說我跟妳弄壞 所以第一個要先造冊 那麼造完冊之後 下一步你要拍照 那修不修到在其次 因為政府採購法 他不是讓你這樣做的嘛 他立法院現在要復原了 他第一件事一定是先 檢視一下哪些有問題 然後趕快發包 然後那個第二預備金 先拿出來用 那用了之後呢 先把這些修好 修好之後他就開始 根據政府的來採購嘛 我們講嘛 從幾千萬到四億的版本 現在都有 那沒有關係嘛 我們到後面就來 招標 我聽到一億的時候 我就講 我要來投標 因為基本上來說 溫潭 就不要說溫潭啦 這個東西 說壞天啊 你怎麼算出一億 沒有啦 他就是要把這個價格拉高到 讓全民認為說 你看這個破壞到 社會成果 破壞到什麼程度嘛 但是這個齁 醜媳婦總要見公婆啦 你最後面你還是要 估價要出來嘛 我們民間團體 有孤一份 這個事情我覺得浪費 多一句在這上面 我都覺得是 大家都沒體育啦 立法院的問題 是硬體的問題嘛 重點 當然軟體 重點他會過 就是說王金平這邊 他不是講說 他不是說太久的說 我負責啦 是啊 他說我負責的意思 不是說他要出錢啦 他當然意思是說 第一個 我們內部程序 就說壞天啊 立法院委員裡面 以前摔便當的啦 摔麥克風的啦 然後甚至說這些 講得難聽一點 桌子椅子壞掉的啦 自己弄壞的 別人弄壞的 那邊都算 這個東西其實 立法院都有一個修債預算在 那你這個部分 能不能從立法院 自己去支出 這是一個 如果王院長這麼有智慧 他會去處理嘛 所以我就說 大家被他們簽的這個議題 總是很沒有道理的 他就是用 加深學生破壞這種印象啊 我喊到示意才知道說 你看整間不成這樣就對了 謝了我定期都會有 我以前已經有一個團體 他們叫做守護民主恢復力願 已經在調查了 我去的時候 他們真的每一 從這個議場的麥克風 所謂電腦的設備 一個一個 然後我還看到 其實有一對夫妻 他們還帶著小孩 就拿著那個齒在丈量 他們已經生一年了 他們說 怎麼算 也不到十分 不到一億的十分之一 一千萬不到 完全不到 而且他這個已經是算最高的了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會盡可能的恢復到 可以開會的程度 我只是在這邊 如果觀眾朋友在看 那如果這樣 如果沒到一億 我們不就把他弄一回都會回 對對對 要不要我們交代 還可以看情形 還有輸 反正也熟悶熟路了 我覺得就是說 不要情緒化 這沒有道理 那再來就是說 你越這樣子 大家越火大 要記得 那個激起人民的憤怒 為什麼呢 你仔細看 這一次的 變義務辯護律師 出來五百個 可是你要知道 台灣只有七千個職業律師 這是力量 這是恐怖的力量 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 這一個學域裡面 白袍還有黑袍 OK 再來是昨天 有1300位醫護人員 站出來 說要追究國家的責任 因為他們去打學生 對 你想一想 這是多少人現在願意這樣站出來 最重要的是昨天 那個說 因為議場我們把人家破壞了 那怎麼辦 結果他們就發起了一個守護 民主 民主要進去修繕 工程師 廠商 就進來 你知道嗎 昨天一下子有多少人報名 你知道嗎 昨天網路上有五千個人報名 五千個人報名 哇 那每個人 再好的木工也只能分到一小塊 收一個樓梯 對啊 他就不通過了五千 那這樣 我意思是說 民間的聲音你們要看到 你不要再在那邊修理學生 人家高興 真的要弄十幾個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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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會 裴會 你一定有看到 這個馬總統那一天 當你們說要退場的時候 他出來講話 對 他講話 你覺得他有一個字要讓的意思嗎 確實沒有 沒有嘛 我必須很誠實的講 當時我們進去立院 當然是希望朝野立委能夠發揮職能 其實我要講的就是一個議題 就是說 在台灣的民主憲政裡頭 你看美國也是總統制 但是美國的總統還到國會去備詢 對不對 台灣沒有 那不只沒有 他壓抑他透過黨籍民意 壓抑他國民黨立委的行使職權 所以台灣雖然是一個民主國家 可是就如同同學講的 只比中國好一點點 因為我們的總統 並不是一個民權的思考 為什麼我先問你這個問題 因為總統一字不讓 其實他那個審符帽 就是講的 逐條審查 逐條表決 是一個字都不能改 對 他的意思還是這樣 可是要不要改 要改 當然要改 為什麼我說一定要改 其實改了以後就是退回 改一個字就是退回 我們台灣有一個廣告設計業者叫陳先生 他舉廣東南方都市報 這是中國的報紙 他要登一個全文只有53個字的廣告 這53個字是這樣 就是他寫的是前任張太 前任張太是我 你放手吧 輸贏一定 好男人 只屬於搞懂 只屬於懂得搞好自己的女人 祝你早日醒悟 搞好自己 願天下無山 那款是張太 總共是53個字 照理說 張太太去登的廣告 照理說是張太太去登的廣告 天下無山是不是 不要有小山 對 不要有小山 搞好你自己 對 好 好男人 只屬於懂得搞好自己的女人 好 這種廣告這樣子 結果這廣告呢 在台灣應該是沒有什麼嘛 對 這很有創意吧 平常 但是廣告 廣東省工商局 用這個廣告涉嫌違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裡面 不得含有違背社會良好風喪的規定 刊登當天約談報社 還有約談廣告組 約談廣告公司 約談廣告公司的負責人 明令下令立即停止發布 對 已經登出來了 沒有 沒有 他是 他是要廣告被審查 但是呢 審查審查之後 這個下令禁止 所以沒有登 理論上兩種嘛 一種是自我審查嘛 他自己會先篩過 對 篩過之後再送去 那他會再審查一遍 這就是我們講官方審查跟自我審查 那第一個他這個人就說 廣告講創意啊 以後有多少創意會被扼殺 第二個是 總統說簽這個 福茂協議走向國際 這哪裡是走向國際 好 那我意思就是說 有一天我們福茂協議簽了 我們開放廣告商嘛 不好意思喔 以後會不會審查 會啊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在福茂的時候 是兩邊對等開放 可是我們一定要知道一點 就是兩岸的法律體系 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說台灣我們對廣告 其實完全是事後嘛 然後也會針對特殊的 才會去提供意見 可是中國是要審查的 沒錯 那這個不只是廣告啊 包含節目啊 所以將來是不是我們的廣告 如果是不同的資本投資 他會透過廣告的控制 不只是控制廣告喔 因為廣告是現在 不管是新聞媒體主要的 這個提供者嘛 他們也會透過這個 來影響媒體內容 我再講一個 最近幾天發生的事 讀者文哉 讀者文哉在中國 最近去印了英文版的 讀者文哉 他沒有要在中國賣 好 那可是裡面有一篇文章 是一個香港的 還是澳洲的一個作者 他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 他因為他裡面有批評到 中國的這個自由跟民主 這樣結果中國說 你不能在這邊 你要嘛就把這個拉下來 要嘛你就把那個 批評的東西拉掉 這樣子 我就讓你印 他說如果不印呢 如果不印你去國外印 那去國外印 他的那個經費就高很多這樣子 所以後來讀者文哉 選擇屈服 對啊 選擇屈服 我問你 以後台灣有多少人選擇屈服 現在就很多人屈服了 現在的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講說 剛剛洪宜哥講的那個 官方審查是個嚴重的問題 可是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自我審查 沒法業還是頭髮喔 出版那個是頭腦裡面的 我現在擔心的是 我們戒嚴時期說一句話說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警種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內心的自我審查是什麼 就是說當中資 或者當這些所謂的企業進來 大局入侵的時候 甚至我們為了要賺他們的錢 那我們心裡面想的是什麼 想的是我不要粗弩他 這如同胡宥偉先前發表的那篇文章一樣 他說你們要小心啊 你們這些學生以後找不到工作啊 為什麼呢 他在告訴你說 公司不會用這種會發動學運的人 因為企業會審查 他說我們企業會去審查 你這個人思想問題 喜不喜歡反抗 是不是喜歡上街頭 這種人我不要 當然很多網友就會批評他說 哎呀這公司喜歡用奴才 不喜歡用人才 人才就像這種的啦 會反抗會思考啦 這樣公司才會進步嘛 但是你從這個角度去看喔 很多人在心目中 現在已經開始在思考的是 你心目中有沒有一個警種 在做你的思想審查 將來我要出版 我要寫書 我要發表言論 我第一件事情想的 是不是說 我會不會得罪中國 我會不會這樣子 會被政府抓走 我這樣好不好 那這個整個台灣的生活方式 跟思考模式 就整個改變了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就不懂胡茂 我也是經過這樣訪問 我才了解一些些 好命運又說 那裡面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其實是跨境支付 那什麼叫跨境支付呢 就是說 我們這個 現在不是那個叫做什麼 淘寶網 淘寶網在中國 他就可以對台灣做生意 對 所以他的公司 他的人員 他的貨品 他的這個收錢 全部都在中國 對 那他對我們 他賣給我們 他我們錢寄了以後 他這個 戶的錢 他東西寄過來 這樣子 錢都在中國賺嘛 說不是啊 可是這個跨境支付 我們對中國的開放 我們不能夠在這邊 比如說PCOM 在這邊賣 然後我們就錢直接收過來 我們不行這樣 要在他們那邊收 我們要在那邊 設公司 要在那邊請人 要在那邊租倉庫 或者蓋倉庫 因為你要有貨嘛 然後呢 你在那邊這個收錢 這樣 他說這個哪對等 這個非常嚴重啊 所有的創業所有的東西 都在那邊啊 這樣 那為什麼這麼不對等呢 這個事情以後 影響太重大了 這樣 我就想說 如果馬總統一字都不能改 我們看到的是 這麼的不對等 為什麼我們會答應呢 所以我想請問大家 這誰簽的 你們有沒有問說誰簽的 主要是王韻晴去簽的 然後經濟部有個 十幾個人的小組 在評估各個業 然後都沒有做研究報告 然後就讓他過了 他這就是 他這就是 我告訴你 他一定是怎麼樣 換到了雞腿 拿這個去換 他說這沒關係 你知道嗎 他一定是拿這個去換了一個 什麼雞腿回來了 等一下 我們再來談這個 可是這個才是 台灣總共現在已經有 264位 國立大學奠基系的教授 出來反這個事情 這個是國家安全 多嚴重的問題 我說 我的意思是說 怎麼可以不重談啊 他還要堅持 一個字不能改啊 其實搞不好 我們真的有廢話 什麼不是搞不好 是真的 我是抓不到而已 來先休息一間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那麼因為禮拜四就要撤了 那麼現在也是倒數了 那會不會有什麼燭光晚會之類的 還不到燭光晚會啦 基本上因為我們這幾天 就是想要跟各個參與的人來討論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有幾件事在做 一個是針對過去協助的志工 然後來聽他們的聲音 以及他們對這個決策有沒有一些疑問 這樣子 這個昨天晚上他們還談到半夜 就在那個中山南路八巷 對不起 林森南路八巷那邊 那第二個是聲明的書寫 因為那一天其實不是正式的聲明 只是因為實在是太緊急了 所以講一個比較廣泛性的 那接下來我們可能會針對 我們提出的四個這個訴求 然後還有這整個運動的走向 特別是我們對參與其中的人 可能有一些關注 以及失落的地方 我們會提出自我的檢討 這個也在書寫 再來就是物資的配置 因為我們坦白講 我們非常感謝這一段時間 非常從台灣各地送過來的物資 可是接下來我們可能要把 比如說一些東西 可能提供給遊民啊 或者是一些東西我們要留存啊 這個在討論 那再來就是這種人員的配置 因為還是有一些朋友 他希望守在這邊 那我們也可能會跟他討論說 哪一個位置是比較好的 或怎麼樣 這些也都在討論 所以裴委明天的畫面是這樣 就是說大家就背著行囊 離開立院 好 然後這個含著眼淚 然後依依不捨的看著議場 然後還這樣說我會再回來這樣 然後從大門出來是不是 能不能從大門出去還在跟警察協調中 因為他們大門也有不同的團體佔據在那裡 所以議場的大門OK 可是會不會從中山南路的正門 這個還在討論中 那或者是從青島東路這個也可以 因為過去青島東路的進出 比較是學生在掌控 那想要去感謝的朋友要在哪裡 想要感謝的朋友 我覺得就是整個是 這個想要去抗爭的朋友 我想目前是 對 要跟白郎講一下 對對對 就是多元意見 不是歡迎 多元意見大家廣泛討論 青島東路跟濟南路 我們都非常期待大家可以來這樣子 因為不管怎麼樣我覺得 青島東路跟濟南路是兩側 有沒有給大家一個說 我可以集合的地方 或大家 就是青島東路跟濟南路 因為我們也不能預測到底有多少人 那但是青島東跟濟南 坦白講那個人數通常不能聚集 如果你剛講有一萬人 因為那是兩側 兩邊都要 我的意思是說有沒有給大家一個 就是說你們可以這樣魚罐走出 然後因為 我不是講說怎麼樣 因為真的太多人想要去夾道歡迎他們 那我 不能忽視政治 我真的跟你跟大家講 我們就是從議場出來 然後走到青島濟南 這個會是會走的 工作人員 就是我們在議場內的學生會走的 我覺得應該就是一個 至少你有個繞場一週的路線 對不對 昨天蔡王朗說 估計會有十萬人 我咧 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這次最大的參與者是公民 因為他開始意識到自己的政治力量 還有對社會議題的參與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因為這就不是像政治人物 只在意權利 我們是在於具體的 還有生活的安排分配 對 那這樣的人如果願意來到立法院 我們是非常感謝 可是能不能有十萬人 我們實在是不能預估 博文你覺得完全 因為蔡王朗他參與政治比較深 三萬萬人一定有吧 蔡王朗他參與政治比較深 所以他估十萬人 對 我參與政治比較淺 所以我估計一萬人 那我從來沒有參與政治的所有估計 不是用這樣的 不是啦 他比較賤客 沒有啦開玩笑的 那蔡委員他還是覺得說 以目前他的觀察 就是說那個名氣是很大 但是我因為想到明天 主要是因為還是上班時間 坦白說如果是假日 我跟大家講不只十萬人 真的 如果是禮拜六 這兩個我跟你講 我自己就親身體會 你看他們這次所謂包圍四大溝那個活動 你知道那個活動是怎樣 你要選房間的議員 你知道我們 你看有辦法怎麼哭 半小時 一千五百多個民眾 自動自發蜂擁而來 你根本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 就看到電視 有遊覽車嗎 沒有完全沒有 他們坐什麼車來 走路來啊捷運出來啊 很方便 就在那個擺交 跟以前都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真的大家不要以為說 這個什麼政黨可以左右 政黨可以動也沒有 就是大家那股力量那股心 那我真的在這邊 因為這個蔡老師其實他 從頭到尾其實對於這些學員都很照顧 我真的拜託你們 真的一定要給群眾一個 一個可以抒發那種感謝的那種 那種愛 是我們要感謝群眾嘛 真的我跟他講 我這陣子我真的 真的看了太多的眼淚 因為我是這樣三不五十 我一定要過世 你只要世一年 你就覺得說真的台灣很有希望 你知道我其實對台灣 有一陣子我真的好悲觀 可是我真的是因為 我真的要感謝他們 是因為他們這次獲到 悲觀那一段是什麼時候 大概就是 你也知道嗎 就是那陣子嘛 立委未睡的時候啊 立委未睡 立委未睡後來那陣子啊 那沒有關係 那我自己也是 我的意思說 我們會覺得說 台灣其實 大家很冷漠 感覺年輕一代似乎是草莓族 你看我現在對這一代的感覺 從那種草莓族一直到現在 我現在在公車上會讓座 你想想看 那種心境差異有多大 那這就是感動啊 所以我真的拜託大家 不要說什麼 我們在造成那些英雄 你要讓群眾有一個 情緒抒發的那個 學生看到你讓座 不會叫你去掛號嗎 沒有 他至少沒有叫阿伯這樣就不錯了 沒有 我真的覺得說 禮拜四的那個狀況 當然有不同意見的學生 其實 我跟你講像姚希 很多人都說 姚希這幾天 其實有一些對他有一些披靡 他承受一些壓力 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一個活動裡面 學生運動裡面 本來就是有不同意見 那再我來看 堅持也是一種力量 對 堅持也是一種力量 而且我要講的是 你看這幾天 國民黨那個態度如此的搖擺 你看王金平的聲明一出來 馬上馬上就 似乎又打臉又安撫 像他們這樣扮演一個黑臉的角色 其實我覺得也是對的 要是你小孩子快出生了 就家要養 你這樣子一直從事社會運動 你的這個生活怎麼辦 這個運動是對我來說 人生中突然殺出來的 所以當然之後要回到正軌啦 你的正軌是什麼 就是我會在永和社大監客 在哪裡 做一些監客的教書 監客的工作 辛苦齁 還好 我覺得可能規劃一下繞場 對不對 大概會朝這個來討論 是啊 而且坦白講 周圍的居民也是要給人家 按下指一下 所以我說 對不對 因為他們也 忍受了一些噪音不變 對 我們這次真的是要感謝大家 包含周遭的住戶 然後包含來協助的非常多的NGO團體 然後包含來參與的一般的百姓 我覺得是這些集體的力量 才在這個過程中對靜置形成壓力 絕對不是只有我們內部的學生 今天晚上會不會客滿 因為想說 睡一晚 最後睡一晚 應該是沒有吧 因為最近一直在清物資 所以髒梅睡的人 有稍微比較少一些 陸續陸續 一直出去了 有進來的出去的一直有 就是在外場的流動性會比較高一點 蝦老師你一直住在裡面 我不行 因為我盡情有腦傷 所以我晚上我都一兩點回去 然後我這個我要跟我媽道歉一下 因為她要關注我 她希望我11點要回家 但是我都沒辦法 我要替蝦老師講一下 蝦老師她其實真的很科技 蝦老師從大埔運動一直到現在 我真的對她真的非常感動 她幾乎無意不予 她從以前的那個什麼 農村再生就開始了 一直這樣子 然後她其實她現在腦部還有血塊 那個血塊是沒辦法手術 她必須靠到自己能夠吸收掉 如果沒有吸收掉 其實對她未來腦部是有一些妨礙的 可是她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這麼高壓力的一個工作 而且這麼多的 不管社會很多多元的聲音 她都要承擔 她真的一路走來陪著學生這樣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對啊 我覺得對蝦老師的 可能那個運動是一個目的 就是她實現理想的目的 可是對我們這個民眾來講 就對我們這些旁觀者來講 為什麼剛剛你們兩位都一直在說 我感謝你你感謝我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想法的不同 對我們民眾而言是覺得 你啟發了我們的公平意識 所以我們要謝謝你 那但是對你們來講 可能說沒有啊 有你們民眾的支持 我們才能撐下去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互為表裡非常成功的 運動的原因在這裡 這也是說為什麼我們會希望說 明天民眾能夠多一點人到 因為那涉及到 今天這兩天 人多也是有利用 這兩天喔 報紙在討論一個問題說 會不會用現刑犯逮捕那些人 就他們出來之後就立刻抓 一出來立刻抓起來啊 那這個你當然民眾有多 有這麼刺激嗎 有報早這樣寫 有媒體他都這麼說說 真的要這麼受傷 就是要抓起來 現刑犯嘛 馬總統不夠帶走 不然有種抓 真的真的 我想不可能啦 只是人要這麼多 就是我們要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在支持這個運動 是名氣可用 那你今天你敢這樣抓 那就是暴動了 你知道多少人 很久都沒練 你知道嗎 沒有沒有 我跟大家講 你知道現在 你知道現在那個中心關底 那個巨馬已經推到那個馬路上了 好幾次 你知道嗎 那裡面也有 外面也有 裡面已經有 連慢車道整個用起來 如果再用現刑犯抓 我看整條路 全部用巨馬圍起來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我還是呼籲說 就是民眾可以多一點人到場去關心 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這是一個 非常成功的公平運動 你們路線要畫好 我們大家要站哪裡的路線 對 我們今天一直在討論 那可能也是晚上 會再跟大家來報告這樣 我真的喔 我吃到這麼多歲 在那個 中校東路 中校西路那個行政院那裡 每天走來走去 我還沒看過 那個巨馬 那不是幾層 我沒有算 我沒有算 實在是有九層 最重要的 還有民眾還有刀片師 對 那個也是算巨馬 那不是巨馬 那個叫鐵 那個什麼龍 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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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都不用很多 沒錯 來 我們先休息 這個人 如果明天就這樣抓人 我真的會看不見 對 但是有種就抓了 可是我 蔡老師我偷偷問你好不好 如果明天晚上6點 我去濟南路會不會好一點 會 因為 你不要戴頭照 我會在那邊聚集跟報告 明天會在那邊聚集跟報告 但是可能會從議場走 然後青島東路 然後濟南路 走一圈 有誰會上台講話 當然主要除了學生幹部之外 可能還會邀請來參與的 其他的團體還有志工 這些這樣子 林慧帆會上去 應該會 陳慧廷會上去 除了他們之外 我們還有非常多的志工 林東宏都是別人給你們情帖 你們也發一張情帖給總統府 會啊 我們有在討論說 要不要邀請馬總統來 可是還在討論中 不知道他會不會願意出席 他願不願意不管 你情帖給他 說得也是 應該要送一張情帖給他 請飛轉給他一下 好 那我們就送到那個 我跟你講 如果他會來 我跟你講 我保證 何博文瘦到80公斤 他如果來 我相信那個防衛的警力 可能會一大圈 你也可以說60 沒有可能可以建議 不是啊 請那個帆打給飛啊 飛 我是帆 這倒是個好建議 我回去溝通 加起來就非凡 加起來就非凡 這個其實大家都不太了解 這個其實涉及到很專業 可是我簡單這樣講 因為這裡面有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然後有這個哈佛大學 這個比爾蓋茨 他會不會開放 藉此來要挾政治人物做中國想做的事 一旦掌握比例過半 就會開始進行網路封殺 將不讓特定網站出現 刪除不利的貼文 鄉民就沒有辦法串聯 然後逐步把台灣網路變中國化 我想請教這個姚希 你知道這個事情嗎 其實這個事情 本來之前就有這樣的風聲 當時的說法是第二類 我記得馬政府是說不會開放 因為這東西牽涉國安 牽涉個資 牽涉人生 這種諮詢安全 像我這種有網路崛起的話 第一個一定就是 因為他想要在台灣建設 建設中國那個綠壩 這個對我們包括搞運動 建設中國綠壩是什麼意思 就是中國有一個網路的 網路長層 那有些譬如他可以透過關鍵字 你根本上不了網 你只要打到那個關鍵字 你是送不出去的 比方說關鍵字是 比方講台獨 哦 12864 64也是一個 寫到這個都封鎖就對了 你這些文字是進不了他的部落格 也上不了中國的網 那他似乎啦 如果是這個要做的話 就會我們會有這個疑慮 那包括網路的串聯活動 可能未來也沒有辦法這樣子來進行 這個很可怕 網路串聯也沒有辦法進行 他可以把網路串聯的設為關鍵字 你就沒有辦法透過這個東西去 去放出訊息啊 所以以後你們要跟 比方說這個黑島青 對黑島青 要跟什麼很多團體連線 1985新東聯盟 其實是有問題的 對尤其透過網路動員會出問題 而且他會透過這種連結 來去監控這些人 對 就用關鍵字嘛 例如說以後要打黑島青 可能要打成黑鳥青 故意打錯字 或者打成黑烏青 黑島綠 你要用這種字打 然後他在搜尋的時候 他的網管會盪 他會找不到 那這時候你才有辦法去這樣子來做 還有現在也講說 是不是有一個 什麼人可以提供一個場所 來保存這些文物 因為太陽花的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這些其實當時這個很緊急很簡陋做出來的東西 其實都有保留之價值 而且很有創意 而且這場學運 這在未來 20年後再回頭看 就是當林飛凡45歲的時候 再回頭看的時候 還是會歷歷賽目啊 對不對 那就20年後 對啊 而且如果20年後 我們還這樣子的呼吸著自由的空氣 台灣的味道 對不對 那就更值得紀念這一場活動 對不對 美人姐你不要小看 你剛剛這樣的一個呼籲 我想你這樣一個呼籲 明天一定就會有很多民眾 主動提供場所 對啊 要有一個地方放這些東西 對 磁林有一個民主紀念館 民主圖書館 就那個林義雄 在宜蘭那邊 不過現在是中研院的台詞所 已經進來要來清點那些 當然也有一些藝術家啊 或者是北義大的學生都來幫 還有那個太陽花 大家去蓋章門那些 我覺得那個很有創意啊 這實在應該要保養一下 那這是現場紋路 那個 包含非凡的那件外套 我覺得也應該要脫下來 那你也要圍挺的那個 那個熊 熊 他這個圍巾不知道戴到八月 對齁 對啊 有沒有好玩的東西 那些同學是在裡面在那邊 對 他其實有一些是 其實很多都是那種 由畫家進去畫的 那個很深刻 然後還有一些是那種 比如說我們會仿效 各個運動的這種海報 然後做出台灣的味道這樣子 所以還蠻多 比如說那個麻油 那個 鹿融的 馬融這些 還有那個整個的影音檔有沒有 的保留 還有就是標語啦 還有每一個標語 加iPad那雙拖鞋 你全部都是要 還有那個型號也要保留 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個 不過我覺得我要特別提醒 這個真的不要又去怪什麼 林飛板陳偉廷 我們不是造成 因為這是大家共同的記憶 這個 這個太陽花 血運真是大家共同的記憶 那這個部分真的保留起來 我覺得未來可以 就像美人姐講 如果我們還有一絲 自由的空氣可以呼吸的話 至少給我們後代子孫看一看 這樣做 是 因為那個李正尼廖 那個維持在我們要的生活的方式 表示太陽花運動 成功了 成功了 我覺得因為這次太陽花 讓很多人樂觀 不然其實很多人是悲觀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那股悲觀的力量 其實還在 如果這個太陽花就這樣消失的話 我舉例來講 我那天看到一個鏡頭 其實我內心覺得很難過 你知道那個墾丁春娜 五月天在那邊演唱 有一個漏網鏡頭 後來有被捕捉到 你知道瑪莎 其實五月天是我很喜歡的樂團 而且真的很棒 音樂好聽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思想都很進步 瑪莎竟然 你也知道他們對服貌是有疑問的 可是他們那天隱忍下來 最後瑪莎要下台的時候 他突然用嘴巴喊說 你看得出來嗎 我反覆嘛 很可能嗎 就是這樣啊 就是變成這樣 那為什麼 一定又是中國方面的 中國市場的壓力嘛 你想想看 現在其實很多部分 我們現在還沒開放 就已經搞成這樣子的話 未來假設說出版業 像第二類電信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什麼叫第二類電信 我簡單來講 所謂的第一類電信 就是那個基本的 像固網 那固定的路線 那些設施 那叫第一類 那個是不會開放 第二類電信 就是我們的網路 手機啊 這個都第二類電信 所以第二類電信開放 等於是國安大門整個開放掉了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很嚴重 我們不希望以後 我們每個小孩說 我反政府或我反馬英九 都要變成用讀唇語啊 當然以後要練唇語啊 如果肚子沒有我 這樣有點油水的話 你要練唇語不簡單 第二類電信開放之後 那我們還要發監聽票 才能監聽嗎 一樣要啦 這個通訊現場保障法 這個是這樣規定的 只是說 他如果都已經能夠 弄到這個地步了 以後法律都可以修啦 現在的問題點我覺得是 大家都一直講 不是我們去China調資料 調監聽資料 不是更清楚嗎 那調沒有 現在問題是說 其實大家都用世界貿易組織 現在可能還有在監聽 只是現在技術爛了 因為上次被抓到 要不然王金平那天要先 先立法再協商 他就沒有監聽到 沒有 他們都沒有說 沒有用電話 他們都用面對面的 對不對 詹大哥我覺得這樣 不好意思律師 我覺得美玲姐跟律師 律師因為救法論法 美玲姐是因為 她雖然是親手女 可是比較天真一點 這個時候還有講說要監聽票 黃世民在立法院總機監聽的時候 有沒有監聽票 沒有 所以對不對 那更不用講說中國的勢力 還是要怎麼辦呢 所以如果你從剛剛講 那個第二類電信來看 其實我覺得 我只是說 就是第二類電信開放 讓中國來了 我們不用監聽票 你現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大家都用世界貿易組織的標準來看 說你要簽FTA 你要簽什麼 這是自由貿易是一個趨勢 可是我剛剛就其實提到一個 我自己覺得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點是 冷戰時期 蘇聯跟美國 他其實在自由貿易上面 他沒有那麼堅持 再來現在 我不想冷戰 那過去做故事 不要再說了 你說現在就好了 美國對古巴 基本上他在自由貿易上的限制 也非常多 你在美國要抽到古巴學家 也抽不到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美國就把古巴 視為他後院裡面的敵國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問題點在於 為什麼大家都要用經濟來論經濟 今天這個事情 明明這個經濟就涉及到了文化 政治 法律 等等 思想等等 這麼多的層面 這些學生 為什麼我們講敬佩他的原因 不是說 你們不要經濟 又不要逼經濟 這討厭 不是 這涉及到太多太多的問題了 那這些問題讓民眾覺得說 我支持他有代價 這個問題不是用四個字說 自由貿易 雙方得利 這樣子來看就可以解決了 我覺得這有問題 非常有問題 沒有 叫利大於弊 利大於弊 利大於弊 我們先休息去廣告 我跟他們說 慢慢就跟他們說 讓你讓你 我剛才講到 好我前陣子跟一個朋友 他還是做網路新聞的 他在講說 他在講說 他們在第一時間 就收到廣東冒名 對不對 對 PX廠 對 PX廠 就那個暴動嘛 抗議啦 那麼結果 他們就第一時間 就收到了照片 說死了多少人 那也有照片 第一次是18個人 目前聽說是死 16個人 最新消息有16個 那可是他說 他們就收到這樣的東西 就是通通就寄出來了 寄給台灣的網路新聞 可是他們也只能 陳述這件事情 把兩邊的說法都講出來 可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查證說 這個屍體是不是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現場的那個屍體 可是也就是說第一時間 他們這種東西都出來 也就是說他們都知道 他們這樣的一個新聞 這樣的一個素材 在大陸的任何的網路媒體 都登不了的 所以第一時間 是傳給台灣的媒體 大家有沒有想到 這個訊息代表的是 什麼樣的一個意義 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我們可以 最快的訊息 那也可悲是 台灣這個學運裡面 台灣的媒體裡面 有非常奇怪的那種 那種立場的一個報導 我就是完全的那個 不跟理解 那還好我們學生 也讓全世界的媒體 也都可以看得到了 那問題是 全世界媒體是比較肯定 這場學運的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如果 聽說最近又有兩個 罵老共的媒體人 又被封殺了 喔 對 事實上是這樣 台灣的媒體人 台灣 是被封殺 怎麼封殺 就不讓你上節目啊 不邀請你啦 是那一台不邀請 還是其他台都不邀請 你講的是哪一台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誰 沒有證據啦 但是你講的他當然否認 對 事實上這個 這次的海外媒體 不管是英文的 德文的 甚至於連瑞士 都是德國的報紙 都比較正面的來看這個運動 他們看到的 並不只是 我們對反服貌的堅持 他其實也看到說 過去長期 這個中國跟台灣的 他想要對中國 想要對台灣有一些 他的舉動 可是媒體會發現 這一次的運動 是激起了全民 對這個問題的質疑或懷疑啦 那同時他也意識到說 現在的年輕人的 這個政治的型態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政治 他們覺得其實也是 亞洲民主體制的展現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知道 老一輩的政治人物 在意的是媒體 在意的 而且是新聞媒體 有文字的 然後在意的是 他們權力的配置 可是年輕人在意的是 我怎麼樣快速的 把我訊息傳遞 所以他的媒體形式 也不會只是文字媒體 是多元的型態 而且這個多元的型態裡頭 你會覺得說 他們對於民主 不是只有投票那一刻 他們是對每一個 具體法案的影響力 然後後續的這個 立法的這個糾結 都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他覺得這個 在亞洲地區 其實也是一個 民主深化的過程 有多少國外媒體 進入議場來採訪你們 有多少國外媒體 我們沒有做統計 但是那個外媒組 整理的那個 國外記者是數百名 非常重視 至少十五個國家 我覺得這次學生 真的有一點 真的非常厲害 就是說他們 就是擔心被扭曲 被誤解被誤蔑 所以他們主動掌握 那個主控權 對 這些學生多強啊 不是說像這個 邀西這樣子 哇 英國的這個博士 很多俄文也會 德文也會 日文也會 英文當然根本不用講 那這些小孩從哪裡 鬧出來的 法文 然後全部啊 就在那個國際翻譯區裡面 就所有他們 馬上翻譯 對馬上翻譯 而且經過教稿之後 把那個最原始 最真實的訊息 傳給國際媒體 好像是翻成幾種 十五種 十五種 對 那你看第一時間 這些人才哪裡來的 這些人才其實第一天的時候 來的 有一些人本身就外語能力好 可能英文的居多 然後接著我們就開始去找 各個系所的學生進來 那有一些可能是在國外留學 剛好回來度假的 他也都來到現場 英文 德文 日文 義大利文 俄文 阿拉伯文 西班牙文 我看連半導電視台都有來採訪 法文 俄文 對不對 那也只有九種耶 還有很多是我們 韓文啊 韓文 十種 可能好像 半導電視台來採訪 有帶茉莉花來嗎 沒有看到他帶茉莉花來 但是他特別一個時段 對那個非凡做專訪這樣子 他也是從頭的去審視 運動的主體 然後政治的邏輯 還有亞洲政治關係 我看非凡是跟他用連線的 對不對 他們新聞 有一些 其實他們的學生 會一樣會那個就是把一些 例如說訊息Pass給我 然後他們記者會來跟我約 對 然後像一個 剛剛我講一個那個 難得一支日報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那個 金融事報 他們會來跟我採訪 採訪完之後我再把中文稿 再寫一下 然後再給他們 他們之後再翻成一個 或再翻成德文台 都會流起來 很多 因為他們的那個翻譯太厲害了 所以那個真的 我昨天看到一個影帶 連烏克蘭的人都在討論 台灣的這次的學生 他們講那個話 那個台灣是 台灣還是泰人 我們都搞不太清楚 可是他就是有辦法讓 即使我們很陌生的語言 他都完全都可以了解 而且都在談台灣的學運 我們要特別感謝 居臨民媒體 他們是在網路上做全面的傳遞 臨時政府居臨民媒體 對對對 如果是這樣 他們找不到 他們找不到 很多人 對 晚安 對